找亮机APP 用更少的钱玩更好的手机 进装逼下蹲 双手平脱 做出一副瞇眼举枪逼他的样子 狡猾的狼自然不会以身犯险 他会停止进攻 在附近徘徊 此时你就可以抽出时间求救了 有火的话赶紧点上火 把狼吓跑 而狗作为狼的远方亲戚 显得比较傻 要是狗追你的话 你就装不作样 蹲下弯腰捡起一颗石头 然后狗就会中途刹车 不敢继续往前扑 有的还会凶一声溜走 因为有经验的狗狗 一见到下蹲剪石头这种动作 便会形成一种条线反射 哦 要是我追这个人 他就会捡东西 把我揍得痛痛的 所以小伙伴一定要装逼 不要跑 因为你一跑 狗就会狗障人士 越来越嚣张 不过不是所有的狗 一见到下蹲都会怂 如果你在人群 多忘了藏骜 或者是德木等大型猎犬一眼的话 千万不要跑 你一跑 他就以为你是贼 狗眼看人低的他 会毫不犹豫地追你咬你 你能做的就是装死 一动不动 然后向他主人求救 主人不再咋办 那就摊上射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被疯狗追着跑的话 装逼可是没啥效果的 毕竟狗得了精神病实在不好惹 不过呀 如果他沿着直线跑的话 你不妨躲去路边 因为疯狗两眼发直 直线跑了他 看不到路两边 如果你前面刚好一条河的话 那就更妙了 因为疯狗患的是空水症 也就是怕水 处在水中的你 又可以满血附和啦 那万一自己是个汉鸭子咋办 凉拌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本视频素材原则网络 有找亮机剪辑并配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问我们点赞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